馬上歡迎大馬原產業部部長 衛B國素審 早晨 嗨 早晨 大家好 很多人都覺得 女生做政治 是否應該給一個男性做政治更多的挑戰 我覺得現在這個趨勢已經改變 很多年輕的政治人物慢慢的出現 慢慢的上來 這些都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很好奇 徐沙在童年的時候是怎樣過的呢 我不是來自幼淺世家 所以我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本地的 我去拉曼讀法六 其實我們真的要尊重每一個人 他的興趣 其實我一直來 我的興趣不是理科 我是屬於語文方面比較強 所以我入了理科 真的熬得很辛苦 當我考得不好 我可以重考我的SCPM 我拿了文科 我入了大學 所以你看看我本來我擅長的東西 一直以來我要去符合社會的要求 你讀文科比較差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很錯誤的 我覺得我們要尊重我們的小朋友 如果他擅長什麼 就鼓勵他們旺哥一方面去行 讀那一方面的科是最好的 你一方面強 你一定是其他方面弱的 我們要接受這個事實 那你怎樣面對這樣的批評 很需要多些時間 促進種族之間的交流 其實我們真的應該加速 我們改革的這個步伐 但是有很多事情 不是這麼快 你一做就馬上做到 我希望能夠用通過 改革我自己的部門 我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改善我自己的部門 改善很多的運作 很多另外的操作之後 然後再來去看 我們能夠為中一個大的局面 做出些什麼 那在你印象當中 因為政壇的人生 就等於你事業的人生 所有的了 那裏面有沒有幾件事 是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如說中選那一年是1999年 那時候是reformacy reformacy的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我現在那個1999年 現在是2019年 20年後的今天 我們真是執政 執政中央政府 然後溫娜絲莎在1999年 還在那裏哭著 她老公坐牢 她老公還這麼小 她今天是一個副首長 哇你真是沒想到的 到執政 reformacy到變天 真正的變天 那時候華人社會 他們在那裏號召 協助柯加遜博士 正在大選之後 我正加入行動黨 所以我只是想幫忙 就被邀請 在行動黨總部做事 變成我第一個女性 我就想著 OK 我人生 我用五年的時間 幫行動黨 由這個大選 幫到下一個大選 我沒想到這樣就錯下來 接下去會變成 出來競選 又做到國會議員 又有行政議員 到今天做內閣部長 其實當初我沒想到的 你剛剛入行動黨的時候 其實是做些什麼的呢 做起政治秘書 其實做很多翻譯的工作 加強了我育民的能力 那女性從政 其實面對的挑戰和優勢 有些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的優勢是 女性比較親民 女性很多時候可以在很多 這個conflict 衝突的時候 我們可以扮演橋樑的這個角色 其實政治和商場一樣 很多時候 你怎樣處事待人 怎樣處理自己 怎樣處理自己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總之這個政壇 一定不可以缺乏女性 你的性格本來是怎樣的 你就照著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讓別人看到 你是很正直 你是很忠心 你是很誠謹的做事 努力的工作 我覺得這些就是 人民對這個從政者 最大的這個要求 那對於YB來說 政治是些什麼來的呢 其實有 其實政治是管理 政治是領導 如果給你一種超能力的話 你希望是些什麼 還有你想用它來做什麼 希望能夠促進 這個馬來西亞總局之間的和諧關係 改善我們馬來西亞的經濟 改善我們很多環保的工作 對人民的許諾 聖諾 我們能夠一一個樂神